周杰伦又在北京举办演唱会了 我们回想一下 2010年周杰伦的跨时代 2011年的惊叹号 以及去年推出的专辑十二星座 近三年啊 这几张唱片 它的关注度和传唱度 似乎都弱了那么一点点 那现在呢 又来到北京举办演唱会 那周杰伦他在演唱会上唱新歌的时候 是否还能出现那种万人大合唱的场面呢 他在华语夜谭一歌的地位是否还在呢 来看一下我们在演唱会现场的编导发回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四十分 再过一会儿呢 周杰伦将要在我身后的这座首都体育馆里面 开他的摩天伦北京举演唱会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周杰伦的环境 已经拥挤了他的大批的歌迷和粉丝 我的歌词都太好买 不买 不买不买不买 不买特别不好买 我抢了 我难买的 我们从24号的票转到26了 特别辛苦 我就哭了 周杰伦我爱你 5月24号是周杰伦摩天伦演唱会北京站的第一场 可以容纳一万两千名观众的首都体育馆周边 聚集了大批的歌迷以及瞅准时机的商贩 附近的交通也因此发生拥堵 开场后体育馆门口还游荡许多没抢到票的歌迷 企图在最后关头从别人手里收一张门票 我们是来看到但是没有买张票 不难发现所有的这些前来观看演唱会的歌迷 年纪大概都在85后到95前之间 正是周杰伦的音乐陪伴他们走过了自己最年少的青春时代 因而周杰伦最鼎盛的2000年到2005年这个时期的专辑 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经典 相比较而言 周杰伦近几年发行的专辑中的歌曲 认知度和传唱度就逊色了一些 这一点不管是过往的路人 还是热爱他的歌迷都不得不承认 如果我说现在让您说一下他的专辑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代表部的名字 您能想起来的什么 那我对他听起来听就在东风阔那个年代 还是那种黑哈那个说起过那个时候 我最新听说他的消息就是林志炫翻唱他的演化艺了 如果林志炫不看那种歌的话 您知道演化艺很喜欢的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他这两年的专辑 能够承认他没错 不得清楚 实实话还是前几号年代然后这也还行 或许正是明白歌迷们的心 周杰伦此次的演唱会中脑格占出了相当的比例 全场第一次大合唱 就发生在唱到不能说的秘密时 看着周杰伦少见的抱着吉他上台 歌迷的情绪已经完全陷入了疯狂 与此前结束的上海战不同 周杰伦在北京加唱了一首蜗牛 而这首歌相信也鼓舞了周杰伦自己和很多人的青春 我要唱一首跟十二年前有关的歌曲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当歌手 然后写歌给其他歌手 所以这次来回味怀旧一下好不好 这次来回应怀旧 中文字幕 李宗盛